我們來補充一下就是如果您原本就有這個書籤的資料的 老師要打掉重來 很累對不對 很多新的服務都這樣嘛 你最好重來一下 雖然說重來可以做練習 但是還是蠻累的 您怎麼辦呢 從這裡 從這個上面點一下有沒有 左上角那一個 您再看一下 左上角這裡有沒有 這個地方 你把它點一下 那麼你捲到最下面 還記得剛剛快速鍵是哪一個嗎 Ctrl M的 這邊沒關係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Import Chromebook 就是這裡 那萬一你還是IE的使用者 那不是完了嗎 不會啦 因為其實我們的Google Chrome 可不可以把IE的會加進來 可以啊 你就多做一件事情 先從IE會出 然後IE會到Google Chrome Google Chrome的進來 多轉一個彎啦 好多轉一個彎 也就是說 你現在你這台電腦裡面的 這個就可以直接會進來了 好那你原本的分類 就會變成一個書籤 不是那個 原本的資料夾就會變成一個標籤 就會變成一個標籤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個 也不是我那麼無聊 有空沒空就在這裡 再重新加進去 是我把以前的會進來 把我以前就是會加進去的時候會在裡面 這樣很快 當然如果你像我的這麼多的話 它也許會大概一兩分鐘要喔 它要整理一下 它要整理一下 等於是你有沒有發現這樣使用過之後 其實確實是蠻方便的 對不對 因為你隨時要找就很快 而且因為Google最擅長就是搜尋嘛 那麼今天如果說你有某一個 假設你有某一個 就是那個資料夾 比如說這個資料夾 你想要跟別人分享的話 它也可以喔 我應該先 點一個這個好了 如果說你希望跟別人分享的話 我記得它有一個分享的 不過這個機會用到應該不是那麼多 就是說 你如果建一個資料夾 那這個東西是可以跟別人一起共用的 跟別人一起共用這樣子 OK 大概了解了齁 所以您就是從這個地方 最下面那裡 就可以找到怎麼會進去的 好